不过无论是飞机或是船都很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 接下来即将进入台风季了 今年台风侵台的几率高不高呢 气象局预测出炉了 估计西太平洋下半年大约会有20到25个台风生成 当中会有3到4个台风有机会侵台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整个海面上有5个台风的形成 气候值大概是4.3个 现在大概5个略稍微多了一点 预期今年在临近台湾台风的气候值的个数 是接近正常的机会比较高 我们刚刚从资料看到 附近的海域的温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相对来讲 今年的夏季炎热是可期的 在雨量预测部分 台湾在今年的夏季的降雨 是正常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气象局预估 今年下半年青台的台风个数大约是3到4个 属于正常值范围 但是今年5月的平均气温可是64年来最高的一年 预估7到9月的气温也会是偏热的 至于雨量则是趋向正常值 就提醒大家 接下来即将进入7月的台风季 务必要及早放开